下面我们继续来学习 刚才我们已经将装机处给讲完了 请注意看 这是装机呀 通过这个立体图 装机结束了该学啥了 学这个 这叫啥 成台 桥墩子 桥墩子上面这根横梁是盖梁 还有桥梁的两端 这是啥呀 桥台 这一幕可以称之为大体积混凝土 这里面是EK412023吨台干梁的施工技术 说东老师你为什么称之为大体积混凝土啊 大体积混凝土的定义在我这里面比较简单 一会我们会接触到这种专业的定义啊 就是体积比较大 混凝土方量多 所以称之为大体积混凝土 这一幕的知识点比较简单 为什么 你看一看他们的作业 不管是盖梁啊 还是桥墩啊 桥台啊 成台啊 都是绑钢筋织模板 胶筑混凝土 那么对于钢筋模板混凝土 当然你也涉及到支架 这些材料 咱们在前方都已经学过了 那么在这一幕当中 还有哪些知识点呢 第一个 我们要讲的是重力式的混凝土 蹲台施工 重力式的桥蹲 重力式的桥台 啥叫重力式的 你比如说这个桥蹲 这就是重力式的 靠自身的重力 来平衡着外力 从而保证了桥蹲的稳定和强度 那么此种桥蹲自身刚度大 具有较强的防撞能力 但同时存在着足水面积大的缺陷 啥意思 这是一种桥蹲 还有一种桥蹲 那刚才看见的 这是桥蹲 桥蹲 盖梁 这属于柱式桥蹲 他说足水的问题 我问你 如果在水中 哪个桥蹲好啊 当然是柱式的好啊 为什么 它不会足水啊 不然的话 这个重力式的 是不是足水啊 那好 靠自身的重力平衡外力的桥蹲 还有桥台 蹲台混凝土交出之前 要对基础的混凝土面 做凿毛处理 清除毛巾的雾袖 讲到这里 我提一下 不管是桥蹲桥台 成台还是概念 它们都涉及到一个问题 共同的话题 什么 涉及到有施工缝 所以这里面 我们就得知道 施工缝是如何处理的 讲过没有 讲过了 蹲台混凝土 以水平分层交注 每层的高度 宜为1.5到2米 最多交几米 2米 为什么 你的混凝土 交注当中 在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的情况下 混凝土自由下落的高度 最多就2米 超过2米 就发生了离析的现象 所以我们最多2米 如果采取一些措施呢 比如说 我在交注当中 我加入了串筒啊 流槽啊 这回你交注的高度 可以高一点 第三 蹲台混凝土分块交注 接缝呢 应该与蹲台 截面尺寸较小的一边平行 哪个是截面小的一边 左右是截面小 所以你要是有接缝 那这个缝跟它是平行的 当然我这个缝画的对不对 不对 为什么 这个接缝应该做成起口缝 我是平接缝 所以起口缝是这个样子 就是凹凸 一面凹 另一面就是凸 凹凸结合 称之为起口 明瓦基础上 灌注蹲台 第一层混凝土 要防止水分被基础吸收 注意啊 这是第一个防止 防止水分被基础吸收 第二个 要防止基顶的水分渗入 混凝土而降低强度 你咋防止的 说第一个 防止水分被基础吸收 混凝土往下一击 这是击坑啊 混凝土往下一胶 基础 这里面 是不是我们这些土啊 要吸收混凝土的水分呢 那怎么办 你给我加上电层不就完了吗 电层 一般的厚度是10厘米 混凝土标号 C15 这电层是干嘛的 不配纸钢筋 速混凝土 所以它的作用主要就是找平 然后你在上面再进行浇注混凝土 这混凝土的水分 会不会被基础吸收 不会啊 这是第一个防止 所以你加电层就可以了 那么防止基顶的水分下来 看着啊 基顶的水分下来了 你这混凝土浇完了 这水进入混凝土当中 当然是混凝土强度降低了 怎么防 整个基坑的顶部周围一圈 得有这个 叫解水沟 啊 阻止上方来水 进来 那么下边还得有啥 有排水沟 集水井 排水沟有坡度 这水呢 就流到了集水井 集水井的水满了 抽出去 啊 这就防止了 基顶的水分 渗入到混凝土 而降低强度 这是两个防止 刚才是重力式的 这回是啥 柱式的 你看我这就是柱式的 啊 对于这个点 它的要求是 模板支架稳定计算当中 应该考虑锋利的影响 再有 敦台柱与成台基础 接触面 做凿毛处理 清除钢筋的 无锈 交注敦台柱 混凝土的时候 应该铺 同配合比的水泥沙浆一层 那么敦台柱的混凝土 以一次连续交注完成 各位同学 这一点陌生吗 不陌生 怎么讲的前面 同一个施工段的混凝土 我们尽可能的实行 一次性交注 就为连续交注 有没有施工缝 没有 啊 连续交注 如果没有形成连续交注 是间断交注 必然留下施工缝 施工缝怎么处理的 凿毛清理干净 表面润湿 然后铺住与 已灌注混凝土 同配比的 水泥沙浆 原来这一段描述的是 施工缝的处理 关于同配比的沙浆 给同学们也 这个水泥沙浆啊 也做一个补充解释 你说咱们的混凝土是啥 混凝土原材料 水泥 石子 沙子 石子是粗骨料 沙子是细骨料 然后还有水啊 外加剂 你看它这里呢 水泥沙浆 远混凝土配合比当中 除去了谁 粗骨料 就是排除了石子之后 有水泥沙子和水的比例 所以水泥沙浆里面是没有石子的 柱身高度内有细粮连接 细粮应该与柱同步交注 哎 这个点比较重要 各位团想注意看啊 桥堆 桥堆 上面是啥 上面是盖梁 考试当中给你标个A 这个位置 标上一个B 甚至是有可能给你标上一个C 这是C 问你分别是名称 分别有什么作用 A的名称叫概量 啥作用 讲过没有 讲过 支撑 传递 分布 上不合载的 这是概量的作用 你别说我没讲过啊 这个C呢 是什么 概量的两端 叫防阵档块 或者你可以直接写档块 防止梁板横桥向位移 B呢 B就是细粮 哪里的细粮阵 也叫连细粮 说它有什么作用呢 董老师我真不知道 它有啥作用啊 你看着 他告诉了 细粮与柱是同步交注的 这个位置是不是死点呢 所以刚性大不大呀 大 从哪学来的 是不是钢架桥 钢架桥是梁和立柱 连接成一个整体 是吧 死点 钢性档 这不一个道理吗 钢性档 提高了钢度 还有什么作用 这个东西像不像我们 支架当中的 横线向扫地杆 增加了 稳定性啊 所以说细粮的作用 就是提高了钢度 提高了稳定性 关于盖粮的施工 上方盖粮 在城镇交通繁华路段 施工盖粮的时候 你应该采用整体组装模板 模板是整体组装 那么支架呢 快装组合 这样干活 可以减少站路的时间 能够快一点 恢复交通 盖粮为悬壁粮 悬壁胶柱呢 我们到了上部结构 会学到这种方法的 那么混定土的胶柱 应该从悬壁端开始 这个点 如果是A点 后面这个点是B点 A就属于悬壁端 像我的胳膊一样 我的胳膊悬出去了 悬壁端 就是我的手指尖 那么我的肩膀 那个位置 就是固定端 从哪往哪儿交 从手指尖往肩膀交 从前往回交 悬壁端往固定端来交 接下来看 涉及到的预制 刚才我们的桥柱啊 桥墩 都是现胶的 现胶的啥呀 支架模板 钢筋混凝土呗 现在我的桥墩 这是预制的 啥叫预制 这是一个杯口 你预制好的桥墩 到了现场 给我插进来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你想一想 有没有缝隙呀 有 就这个位置 是不是交混凝土的呀 你交混凝土 两边的混凝土 是老混凝土 你这是新交的混凝土 新老之间交接 做脏毛 对谁脏毛 对这个桥墩子 对于我们这个杯口 他都应该做脏毛 看一看 整个预制这里面的知识点 是啥样的 基础杯口的混凝土强度 达到设计要求 方可进行预制柱安装 杯口在安装之前 应该校长 这个校合一下 长宽高 杯口与预制架 杯口 预制架就是这个桥墩 它的接触面 均应该造毛 都应该做造毛 你看 描述的非常准确 预制柱的安装就位 应该采用硬木鞋和钢鞋固定 这是杯口 这是桥墩 这个位置用硬木鞋给我加进来 或者是钢鞋 干嘛的 增加了你的稳定性 你看我这图上 杯口 预制柱 说有没有 有没有这个硬木鞋和钢鞋 有 然后你就可以对这个缝 进行浇混凝土了 那好吧 安装就位之后 及时的浇注 杯口 混凝土 那我什么时候 拔出这个硬木鞋呢 混凝土硬化之后 你就可以拆出硬木鞋了 拆出来了 有没有哭了眼 有 怎么办 二次浇注 第二次再浇注 混凝土 再来看一看 预制的钢筋 混凝土 盖梁 这个盖梁 还是不是现浇的了 不是 预制的 那直接做 起掉安装 预制盖梁 安装之前 应该对街头混凝土 当毛处理 涉及到的预埋件 要除锈 再有一个点 盖梁就位 检查轴线和各部位的尺寸 盖梁就位了 要做检查 这是啥 是不是一个安装的构件 一个安装的构件 安装完毕 做检查 检查啥 XYZ X横向 Y纵向 X和Y就是平面 所以我们是不是得检查 平面 还有啥 高乘 Z 高乘 或者叫标高 各部尺寸 各部尺寸 就是平面位置和高乘 再加上一个整体的周线 重力式的气体蹲台 先告诉我 这回 咱这桥堆 还是不是钢筋混凝土的 不是 气体结构 砖器或石器 那是柱的 还是重力式的 重力式的 靠自身重力 平衡万力的 砖器 敲击 跟气大墙 一个原理 当然是砖器 可能是石器 气柱前 清理之基础 测量放线 设置线杆等等 气柱 我们的方法是啥 叫做做浆法 分层气柱 跟你气墙不一样吗 啥叫做浆法 一层砖 一层浆 一层砖 一层沙浆 这就叫做做浆 有没有通风 不能 树风应该错看 再来看第三点 气柱蹲台 相变时 应该从曲线部分 或脚步开始 其实这点 我们也接触过 看着 这个位置是 基础的直线段 这是基础的曲线段 你说你气柱 从哪往哪儿气 有时候那我不知道 你还记不记得 维艳的河龙 从上游往下游河龙 为什么从上游 往下游河龙 你上游河龙好 水再过来 是不是就分流了 现在曲面 还有直线段 在这摆着呢 你从哪儿气 从曲线段气 水再过来 就分流了 分流了 所以它俩的原理 是一样的 从曲线部分开始 那桥堆 分水体 项面石 哪个指标 不得第一次要求 抗压抢路 桥梁工程当中 那都是抗压 没有抗制的 所以啊 整个这一节的 知识点 最重要的就是 这个施工风的处理 间断交注 好了 施工风的处理 这个咱们前面也学过 所以在这里面 那纯粹是一个 复习的知识点 看一看多选题 关于重力式气体蹲台 气柱的说法 正确的有 气柱之前 要清理基础 保持捷径 气体是做僵法 分层气柱 箱面石 从直线中间部分开始 从哪儿 从曲面开始 分水体的箱面石 哪个指标 抗压强度 不得低于设计要求 这个气柱的石料 应该保持湿润 没问题 所以除了第三个 都是正确的 接下来 我们又到了质量环节 EK420102 大体级混凝土 胶筑的施工质量检查 与验收 刚才不说了吗 大体级混凝土的标准定义 咱这国标的规范里面有 混凝土结构物 实体最小几何尺寸 它不小于一米的 大体量混凝土 或者是预计 会因为混凝土当中 胶凝材料水化 引起温度变化和收缩 而导致有害裂缝 产生的混凝土 成为大体级混凝土 多啰嗦呀 你就简单一句话 啥是体积 长 成宽 成以高 这是体积 这体积特别大 那你用到的混凝土 方量就多 所以水化热就剧烈 所以就容易开裂 这是大体级混凝土 那么大体级混凝土 开裂也都说了 关于大体级混凝土的裂缝 从分类的角度来说 是三种裂缝 有表面裂缝 深层裂缝贯穿 表面裂缝 就是影响了外观 它影响比较小 有表面裂缝 你往下发展 那就是深层的裂缝 深层裂缝再发展 就形成了贯穿 那你贯穿裂缝 危害大不 大染大了 已经将我们 整个结构的断面 给它分开了 这是三种裂缝 而且三种裂缝 涉及到的危害 都已经标注了 对于表面来说 是危害性小 影响外观 深层裂缝是切断了 部分的结构断面 对于贯穿来说 切断了结构的断面 破坏结构的整体性 和稳定性 那危害严重不 严重 关于裂缝发生的原因 教材给了五条 说水泥水化热 内外约束条件 外界气温 混凝土的收缩 混凝土的沉陷 其实这五条 大致上就是分两种 一种是因为温度 而导致的裂缝 一种是因为变形 而导致的 前三条 水化热呀 内外约束条件的 外界气温 这属于温度导致的开裂 收缩 有收缩 请问有没有膨胀 有 收缩变形 膨胀变形 呈现的 这都属于是变形导致的开裂 质量控制当中的措施 啥意思 它就控制一下你的开裂 那么我们控制的时候 优化混凝土的配合比 首先是我们用水化热较低的水泥 水泥水化热低 那整体的混凝土水化热就低 这裂缝就减少了 降低水泥的用量 水泥的量少了 水化热也是低了 所以第一条跟第二条是一个意思 是水化热下降 控制极料的极配和含力量 选用合适的缓凝水等外加剂 你不觉得这个外加剂 你很熟悉吗 在哪学过 高温作业的时候 我们混凝土的外加剂 都是啥 缓凝 还有减水 那大体积混凝土啊 它与高温作业时的混凝土 外加剂是一样的 关于瘫落度 不宜过大 不宜大于180毫米 这个数字我们不陌生 180到220毫米间 这个瘫落度 是我们钻孔关注桩的瘫落度 钻孔关注桩混凝土瘫落度 不到180 是大体积混凝土的瘫落度 我们明显的能够看出一点 什么 大体积混凝土的瘫落度 不能大 这又是为什么呢 好 我们来分析分析 同学们记不记得一个比值 水的质量比上水泥的质量 是我们水灰比的比值 这个比值如果小了 混凝土强度升高 这个比值如果大了 混凝土强度是下降 看着啊 我问同学 我说如果 如果大体积混凝土瘫落度大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是不是水多 水多了 那这个比值变大 而你的混凝土强度下降 你不会同意吧 那你怎么才能保证 混凝土的强度呢 就在你水多的同时 你是不是会往里面加水泥 所以保证了整体的 混凝土强度啊 好 一定会加水泥的 加了水泥 无形之中 导致了水化热的升高 对不对 与我们前面的要求 降低水泥的用量正好相反 所以你告诉我 大体积混凝土 瘫落度能不能大 不能 一句话解决 如果大体积混凝土瘫落度大 我们会间接的往里面加水泥的 水化热升高 接下来看的是 胶柱以及震导措施 大体积混凝土的胶柱 要符合下列的要求 他说了 混凝土胶柱层 它的厚度 要根据你所选用的震导器 这种作用深度 以及混凝土的合一性来确定 学到这里 温同学们 混凝土的合一性都包含着啥呀 是不是流动性 粘距性 以及保水性 这前面讲过的 整体连续胶柱时 移为0.3到0.5米 那么震导时 要避免一下过震 以及漏震 第二点 整体分层连续胶柱 你住这个词 就是整体上的胶柱还属于啥呀 分层胶 但是分层当中 我们又形成的是连续胶柱 那这种情况怎么才能做到啊 很简单 你第一层混凝土出凝之前 能够将上面的混凝土给胶柱完毕 这就可以了 有没有施工缝 没有 这是不是属于连续胶柱 属于 应该缩短 间歇时间 并应该在 我们混凝土出凝之前 将我们上一层混凝土 给它胶柱完毕 层间的间歇时间 不应该大于混凝土的 出凝时间 你要大于混凝土的出凝时间 你就形成不了这种连续胶柱了 当层间间歇时间 超过了出凝时间 那刚才说了 你不是连续了 那一定是啥 间断胶柱 那间断胶柱 必然会留下施工缝 应该做施工缝的处理 第三点 混凝土的胶柱连续 而且是有血 减少施工缝 尽量做到减少施工缝 出现了 那你就必须得采取 对施工缝的处理措施 当采取分层间歇胶柱 混凝土 这还用说了吗 同学们 你已经出现了间歇 那这种情况可能就有施工缝了 那有施工缝这不说了吗 水平施工缝的处理应该符合下边的规定 咱们看一看 咋说的 在以硬化的混凝土表面 清除表面的浮浆 松动的石子 以及软弱的混凝土层 在上层混凝土浇注前 采用清水冲洗混凝土表面的污物 保持着湿润 新浇注混凝土震倒密石 并应该与掀齐浇注的混凝土解密结合 其实这一块就是在告诉我们 你施工缝怎么处理呀 凿毛 清缝 润湿 做浆 然后再浇注新的混凝土一样 大地基混凝土底板与侧墙相连接的施工缝 当有防水要求的时候 应该采取钢板止水袋等处理措施 对于钢板止水袋呀 我们的俗称就是止水钢板 到了第四章 我们涉及到的场站工程当中 同学们就会学到这个知识点 关于止水钢板 它是怎么连接的 止水钢板自身的 具体要求啊 等等等等 第四章再学 第四点 在大体基混凝土胶筑过程当中 应该采取措施 防止受力筋 定位筋 预卖件 移位和电型 并应该及时的清除 混凝土表面的密水 第五点 及时的对大体基混凝土胶筑面 进行多次的抹压处理 那么从养护的角度当中呢 我们养护措施 那就看你温度高与低 第一个方法属于说内部降温 降温那肯定是温度高啊 温度高咋降温呢 我们在其内部要预埋 这个冷却水管 通冷却水 那你这温度不就降低了吗 如果是温度低了 那就保温 它叫保温 穿羽绒服不就是保温吗 它说覆盖 覆盖保温材料 草带呀 聚墨石上 棉被可不可以 可以 这都是保温措施 对于养护时间 好讲到这里 我开始做总结了 咱们前面 在材料环节当中 讲到的混凝土 当时讲养护时间怎么说的 对于普通的混凝土来说 养护时间最低是7天 如果有特殊要求 最低14天 比如说缓凝 枣墙 康慎 等等 这都属于是特殊要求 高强度 这样的混凝土 有特殊要求 最低养活14天 大体积混凝土呢 依据水泥品种不同 起步 人家就是14天 21天 如果是高温期的湿润养护 那最低是多少天 不少于28 都是7的倍数 后面呢 我们还会再学到一个点的 还会再总结 还有个养护42天的 那超级长的 那好了 反正我们知道 这些养护时间 你就不需要再去单独的学了 在这里做总结 就全拿下了 都是7的倍数 看个选择题 下列因素当中 可以导致大体积混凝土 线胶结构 产生沉线裂缝的 沉线裂缝 水化热呀 外界气温变化呀 混凝土的收缩呀 这些都是导致了混凝土 大体积混凝土的开裂 对吧 人家问的是啥 人家问的是 线胶结构产生沉线裂缝 那这里面 只有支架基础的变形了 支架基础 这是基础 这上方是支架 上面呢 有模板 有钢筋 混凝土一旧 这里面的基础 如果有沉降 有变形 那支架就会变形 支架都没有支撑力了 上方的混凝土 是不是产生一种沉线的裂缝了 谁选择的是第三体 选择第三个选项 如果设计没有要求 预应力钢筋混凝土 悬臂盖梁 拆除底膜的时间 应该在什么时候 他说了 盖梁的混凝土强度 达到设计强度75% 底膜 咱们强调没有 底膜是不是承重膜吧 对 那是75%了吗 好像不是了吧 100%了吧 盖梁的混凝土强度 达到设计强度后 都说那这个对了 混凝土强度达到设计强度了 选不选 说感觉很有道理呢 预应力已经张拉完成了 孔道亚江的强度 达到了设计强度后 那好 咱们就来说一说 后章法作业的流程 你记不记得了 后章法的作业程序是 预留孔道 胶筑混凝土 穿筋 当你的混凝土强度 达到了设计强度75%之后 进行张拉 张拉完进行压江 那你看着啊 说混凝土强度没问题 你混凝土强度没问题 可以干啥 胶筑完了混凝土之后 我们进行穿筋 穿完筋张拉 然后说张拉完了 我们进行的是 亚江 他说你胶筑这里的强度 没问题 拆除底膜 行不 不行 有点早了 说预应力张拉完 张拉完去拆除底膜 也是有点早了 谁 亚江 所以是说 我们的亚江强度 达到了设计强度 拆除底膜 可不可以 那就选它 它的时间段比较好 选择第四个 过早拆除混凝土的模板 支架或支撑 支架变形下沉 引发了什么 跟刚才这道选择题 正好反过来说的吗 对吧 你不能选表面 还有深层贯穿裂缝 这属于啥 这属于大体积混凝土的开裂 应该选什么 呈现裂缝 现在第二个